每晚八点聆听读者 大家好,我是主播苏扬 欢迎收听读者 今天要跟你分享到的文章 来自于作者卢书 空巢 中年人最大的焦虑 关注读者微信公众号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上个周末 隔壁年轻夫妇的小儿子 晨晨跑来家里玩 不知怎么突然哭了起来 把我吓得不轻 爸爸妈妈好忙 我好想他们陪我去动物园啊 晨晨抽抽搭搭地说 那天晚上 这句话和孩子的眼泪 在我脑海里盘旋好久 空巢 似乎成了这个时代 所有人最真实的写照 空巢 本来是子子女离开后 父母独自在家的寂寞状态 但近些年来 空巢 已不仅仅针对于老人 越来越多的人 正在陷入空巢 甚至一些外表阳光 看起来无忧无虑的孩子 都处于空巢 他们不是留守儿童 他们的父母就在身边 但他们依旧孤独 课业繁重 竞争激烈 以及未来的迷茫 他们的困难并不少 他们的生活 也不轻松 但家长都太忙碌 每天要面对数不清的工作和应酬 仅有的时间 又大多被用来关心孩子 是否吃饱穿暖 作业是否完成 极少数人 会意识到自己的孩子 需要精神关怀 孩子还小 能懂什么 这是为人父母最常说的话 甜甜 原本和其他孩子一样 一个普通的初中生 唯一不同的是 她有着关系紧张的父母 她的家长争吵时 从不避讳 年幼无知的女儿 甚至会把糟糕的婚姻 怪罪在甜甜身上 久而久之 小女孩的精神状态 越发糟糕 老师打来电话询问 父母竟然说一切正常 没有提及婚变 2017年2月15日早上 她的父母决定离婚 并且责骂了 成绩严重下滑的甜甜 当天晚上 年仅14岁的甜甜 从小区高层跳下 当场身亡 爸爸妈妈没有了我 肯定能幸福 这是甜甜 留在日记里的 最后一句话 看起来 孩子成长的花园 甘霖不断 实际上一片荒芜 而我们所认为的 年幼无知 其实也只是 自欺欺人 北京大学 儿童青少年 卫生研究所 曾发布 中学生自杀现象调查 分析报告 报告里说 中国每五个中学生中 就有一人 曾考虑过自杀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和共青团 中央国际联络部 也曾联合发布公告 身处变迁 速度加快的社会 17岁以下的 儿童青少年中 大约3000万人 受到各种情绪障碍 和行为问题的困扰 生养之恩 生与养同样重要 在关心孩子的时候 更要注意他们的 心理和情绪 耐心交流 诚然 孩子所遇到的困难 和我们的经历相比 只能算是小事 但正是这种年岁 所寄与的优越感 使我们都忘记了 单纯稚嫩的孩子 还不足以 独自处理好问题 青春期的孩子 往往既躁动不安 又极度的敏感脆弱 有时候 父母一句无心的话 对他们来讲 就是毁天灭地的灾难 对孩子加强心理上的陪伴 和引导沟通 避免精神空潮 才是一个家庭 最宝贵的福气 如今 90后突顶了 油腻了 已经到该成家立业的年纪 却依旧奋斗在外 空巢一人 有读者曾跟我说起过自己的故事 他刚毕业 就独自来到广东 在制造业 做海外销售 走南闯北 上个月他跳槽转行 新公司催着他尽快入职 但老东家 一直拖着不肯放人 一直到报到截止前一天 所有手续才办妥 他上午离职 下午就带着家当 颠簸三个小时 从广州奔赴深圳 在出租车上睡着又惊醒 独自将两个大行李箱 搬上六楼的合租房里 等收拾好东西 他听到隔壁有夫妻正在做饭 热闹得不亦乐乎 在外打拼五年 没有流过一滴泪的他 竟埋在被子里失声痛哭 他用这样一句话 做了总结 出门在外 对家庭的渴望和焦虑 空闲强烈 但没有人会白白养着你 只能自己艰难走下去 还有一位读者 二十八岁的年轻小伙 一米八的个头 跟我聊起 自己最崩溃的瞬间 当时 他为了公司项目 连续加班两个月 因为长期熬夜 抵抗力下降 整个人昏昏沉沉 到家已是凌晨一点 洗澡时 热水汽出了问题 只能用冷水将就 打开冰箱 想吃点东西 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于是半夜里 他发着烧 跑出去买面包 回去时 蹲在路边独自哭了起来 他语气平淡地说 我很想有个家 但现在还没房没车 拿什么结婚呢 人生真难呢 离开了家 没有了依靠 孤独和无助 是空潮奋斗者的常态 要想弥补这种空洞 只有不断努力 用更快的学习速度 和持之以恒的积累 打磨自己 找到自己无可替代 足以立足的那一点 学会独处 习惯焦虑 是仍旧空潮 却不愿放弃的 8090一代 唯一的出路 空潮父母 是这个时代的缩影 据全国老龄办的 数据统计显示 我国有一半 属于城乡空潮家庭 或累空潮家庭 空潮和独居老人 已经接近一个亿 到2030年 将会达到惊人的两个亿 忘记了是哪个周末 我去看望 住在几条街外的母亲 碰到了邻居张阿姨 才知道 我母亲几天前 在楼下散步时 不慎摔倒 躺在地上 迟迟动不了身 直到有人路过 才把她掺回家 后来母亲 挨个叮嘱身边的朋友 千万别把她摔倒的事情 告诉我 我总自认为理性 很有滋控力 那天 却在邻居面前 潸然泪下 我总自认为 母亲身体健康 自然会长命百岁 但做人 必须要面对一个现实 意外 永远是突如其来 今天 它在你面前无恙 或许明天 就从你的生命里 抽身而去 独居之商 已不再是一家之杯 而是一个现实 和沉重的社会难题 子女们 请你们教会父母 使用现代科技 比如微信和智能手机 已经老去的家长 必然很难一次学会 请像当年 他们教你十字那样 认真耐心 在家人面前 多重复几次 多打几个电话 多听他们唠叨几句 总是件好事 而父母们 既然子女 纷纷前往大城市 或者出国留学 那么试着主动走出去吧 与这个时代融合 不要一味地 依靠儿女 如今的独生子女 肩负重担 如此的压力之下 只有社会 子女 父母 三方努力 才能逐步解决 空巢父母的难题 空巢父母 需要的不只是经常问候 还需要我们所有人 与社会的关心和爱护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 丰富的时代 也是一个精神 极易空虚的时代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赫塔米勒曾说 对世间的一切事物 抱以虚无的态度 其实是轻松的 真正困难的 是如何勇敢地 介入其中 所有人终究是孤独的 如何才能摆脱呢 首先得学会正视它 孤独并不可耻 惧怕孤独 也不可耻 可耻的是 那些刻意嘲笑孤独的人 其次 就是努力给身边的人 多一些关爱 孩子的精神空巢 需要的是 家长的耐心和时间 外出奋斗者的空巢 需要的是学会独处 和直面生活的勇气 而父母老人的空巢 需要的是 来自社会各方的包容和关怀 如果说 空巢是这个时代的趋势 那生在这样的时代 我们更要拥有坚定的英雄主义 适应所有的改变 不论如何 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一定会的 其实 生活总会变好的 前提 是你相信这一点 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